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国语文的字音字形练习卷出题系统 那我使用的是Microsoft的Word跟Excel来制作 那之前有朋友其实问我说 为什么我做了本土语的字音字形却没有做国语文的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很不喜欢语文竞赛 作文跟书法除外啦 那演说跟朗读这种东西 其实我觉得他们说话的方式 那些得奖者往往并不是我们生活中会使用的一种说话方式 他们这种技术其实对他们未来来讲 我认为没有太大的帮助 更不用说有的一些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是流派的那一种问题 让我非常的不喜欢 那字音字形以及朗读 他们又很追求标准发音 可是有时候一个字它正确的发音 你讲出去之后别人不一定听得懂 那我觉得语文就是一种彼此沟通用的工具 那说出来的东西如果别人听不懂的话 其实我不知道正确发音的价值在哪 当然对某些人而言 我这种行为就是属于鸡飞城市 他们也许非常不喜欢 那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我之前会做本土语呢 因为他是一个我很好的朋友要求我帮他的忙 那我纯粹是基于帮我朋友的忙才会设计那个东西 那既然这样子 为什么我现在要做国语文的字音字形 说难听一点其实就是炫技 说好听一点的话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挑战 因为比起本土语的字音字形 国语文的字音字形其实比较麻烦 因为它有字形的问题 本土语的拼音 我们可以用英文字母直接就把它显示出来 那在字形上我不需要多做设定 可是国语文的字音字形 我必须设定注音字形 那这种情况在辨别我第几个字要显示注音字形上 是比较有困难的 可是有一天我就有点想到说大概要怎么解决 所以我就想试看看 有时候我会喜欢把自己所想象的东西实做出来 所以就做出了这一套系统 那它的需求呢 第一个就是Microsoft Office 2016以上的版本 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2013应该也可以 而2010以下的版本 那2007我不敢确定 它们能开DocX 而且我这次Excel所使用的函式 其实都蛮基本的 但是毕竟我没有实际使用 所以我不敢肯定 那各位你可以试看看之后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到底可不可以用 最后呢你还需要使用注音字体 不管你习惯用哪一家的 至少你要有一个注音字体 它才能够显示它的注音拼音出来 而系统这上面当然还是有一些限制 因为我主要是针对某个题目的某一个字 去做处理的 所以第一个 儿化运我就做不出来了 因为儿化运它不是单纯一个字去拼出来的音 所以儿化运我没办法做 你可能必须自己去手动修改 第二个是只有用破音字型才能呈现的拼音 我举个例子啊 好比说逮 这个字呢 只能用破音字拼出来 以我目前所找到的字当中 当然如果各位你有找到其他的字 不需要使用破音字 使用标准发音 它就可以出现逮这个音的话 欢迎你告诉我 那第三个呢 就是字型测验所考的问题是疊字 因为我一次只处理一个字 而如果字型考的刚好是叠字 它两个字都必须转化成注音 那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办法做到 各位就必须自己去手动修改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 要怎么样来使用这一套系统 干档 日本 亨译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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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